首次上稿18点32分更新时间19点41分 记者洪定洪高雄报道 位于高雄市前镇区新光路的市立图书馆总馆 今天傍晚约5点半 金传有明年约35岁女子在顶楼企图跳楼 消防局动员云梯车及救护车等七部车辆是三人警戒 会同员警劝说女子约两个小时后 由成功消防分队人员将她报到顶楼安全区 于网间7点20分解除警报 消防局指出为避免女子不顺坠楼造成伤害 已紧急在地面铺设气垫 但该女子在顶楼玻璃围墙外走来走去 气垫也必须随着她的位置移动 警方表示该女子疑似有精神疾病 还无法厘清身份 她没有在图书馆内吵闹 直接就到顶楼翻过玻璃围墙 被民众发现报案 高雄市立图书馆总馆 于103年11月落成启用 为地下一层地上八层的建筑 因为采用悬吊式钢棒及玻璃围墓 号称全世界穿透性最高的图书馆 以及树中有馆 馆中有树的绿建筑 很快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旅游景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